那各位朋友我現在人在明珠溪 跟這個中山北這邊 就是花博旁邊 那現在是4點34分 今天呢下雨 所以今天晚上單應該會蠻多的 所以我是蠻期待今天是可以超標 雖然我今天一樣沒有給自己設標 因為那上來說其實我就還是手動接單 就是不讓它自動 不然今天系統一定會亂丟 一定會亂丟 什麼莫名其妙的鬼單都會丟給我 所以就不要亂接 那現在呢我得先去買夾鏈帶 因為我手機的那個防水套 之前常在用的防水套破掉了 破掉那我就只能夠就是再換一個這樣子 但是我後來發現就是 用防水套好像都會有很容易破掉的問題 那我乾脆我就買夾鏈帶把它包起來 一樣可以放在這邊 夾在這邊看 反而比較好 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要先 剩下沒有雨 趕快去找夾鏈帶 這樣 好啦 那我就出發找夾鏈帶 還蠻順利的 我在這個聖家生活排貨館民族店找到 就這個東西 夾鏈帶 那我挑五號 因為我的手機 這個是華碩RAMFONE 5Z 其實它不大 它不大所以五號應該夠 然後另外買了兩組扭過電池 因為我這個沒電了 所以要換起來這樣 不然不會閃 各位朋友 我剛去 我剛發現五號太小了 所以我去跟那個老闆 換成六號的 應該就沒問題了 好啦 那現在趕快把它裝袋 就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子包 那這樣蠻方便的 然後什麼手機操控什麼的 都OK 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把它 夾到手機夾上 OK 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民生溪上面 剛剛我軟卡在民權的時候 就接到一單 沒錯 老地方好朋友的單 所以要現在趕快去領 那 過去還有點小小的時間 不過應該都來得起 不用太趕 慢慢騎就好了 各位朋友 我在杭州南路一段這邊 剛剛送一單 過來 好 那麼我現在要等新的單 那在等新的單的時候 我在想 要不要先去 這個 處理我的這個 手機夾的問題 它不要什麼時候斷掉的 有點傷腦筋 不要什麼時候斷掉的 可能是正斷了吧 我也不太知道 這樣 那 看樣子它問題越來越嚴重 所以我可能先去找一間 那個什麼 手機材料行 看看有沒有賣 好吧 好 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這個 南京東路一段這邊 我剛送完一單上去 這樣 那麼我今天呢 我現在是9點38分 那我今天呢 完成18趟 我沒有錯 我已經很挑單了 我要挑東挑西的 然後那個什麼 三重啊 那種的 那那個我就不接 系統 哇 真是瘋狂丟三重單給我 然後我就一直去 然後今天呢 我非常的幸運 怎麼樣的幸運呢 我今天收到兩支副品 笑死我了 有沒有看到我收到兩支副品 原本我是一百的 那我就跟各位這個 報告一下 我是怎麼收到副品 第一支副品呢 是有一個客戶呢 那 他看到我接到的單之後呢 然後就馬上傳了訊息給我 然後呢 他希望我戴口罩 然後我想說 奇怪 怎麼會這樣子呢 那 我就看了一下他的距離 我想說距離這麼短 然後這單70塊 那看來應該是有被 鋸單鋸掉 那我想說好吧 那就接吧 因為我是習慣戴口罩的 然後呢 結果我就看一下客戶的背注 洋洋沙沙沙寫了一大堆 他希望呢 就是我呢 不要進到大廳去 然後講說什麼 現在船長很 很嚴重啊 恐目橫飛啊 什麼什麼這樣子 說什麼 病菌病毒會什麼 飛來飛去這樣 好囉 那麼我一看就好 那這個客戶應該就是 希望就是 要保持距離接單 於是我就送到他的樓下 之後呢 我看到他出來 哇他全身包的那個就是 非常安全啊 戴了護目鏡 又戴了口罩 然後還戴了一個塑膠袋 我想說 你都做這麼周全 那我就把大包打開 請他自己拿 不要接觸我嘛 欸他老大就不爽了喔 那個臉就很臭 我想說 欸啊 你要保持這樣子 乾乾淨淨 清清潔潔的 那我就不要跟你接觸 喔 免得萬一你要是生什麼病 你怪在我頭上 哇 結果他就馬上給我一支負屏 哇真的太好笑了 我想說真的是 一樣米洋百種的人啊 什麼樣的人都有 再來講第二支負屏 第二支負屏 是剛剛有一單喔 這真的是系統的問題啊 這我真的沒有辦法 系統丟了兩單頂太風給我 然後我就接囉 然後接的其中一單呢 是往市民大道三端那邊送 送到快要到復興南路了 喔這麼遠喔 然後結果我才看到第二單 就是我已經送到了 然後才打開第二單 看到第二單在哪邊 襄陽 襄陽路上面 哇我的天啊 一個 這邊 一個 這邊 哇 結果呢第二課的話就很不爽啊 喔 因為小籠包嘛 然後 我又從 復興 先從頂太風往復興南路跑 然後再從復興南路那邊 又 又跑回襄陽路 大概半個鐘頭就飛掉了 這樣子 那客戶 真是不爽到幾點喔 在那訊息裡面跟我打了一大堆 喔 那我當然我就是趕快送一送啊 因為我就不想理他 下大雨 然後我還在那邊跟他廢話幹什麼 東西送到我 照片拍拍我就走人了 喔 果不起來他又給我一隻負品 沒辦法囉 呵呵 一樣喔 一樣米洋白種人喔 他大概認為下大雨齁 就是大家都可以這個騎很快開快車齁 真的 都可以划水齁 阿反正我現在就是 收到負品兩支 那 阿五 interns ностью 就跑兩百趟還是三百趟 再把它洗回來 阿但我前提是這兩百趟 三百趟齁都要有人幫我 給我個讚 那我才有辦法洗回來 不然我就是一直背著98 不過沒辦法算啦 反正就這樣子 總是會遇到神經病 好啦 我希望明天雨不要那麼大 今天晚上雨太大了 雨大到一度我看不到前面 我只好把眼鏡摘掉起 超危險的 希望明天不要那麼大雨 那明天繼續努力啦